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3日星期一,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的报告一次节目 今天CNN的头版头条又是源于特朗普的一个推特 是现在美国白宫防疫小组的头是Debra Burks这个老太太 他呢,现在也是第一次受到了这个特朗普在公开场合的这个批评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呢,这个占这个C位的是谁呢 是福奇博士,但是福奇博士呢,从这个4月份开始 因为这个过于这个直言不讳而失宠了 天天被这个特朗普骂呀,然后现在呢,干脆面都不露了 就把这个中心权力呢,相信是给了这个Burks,就是这老太太 这老太太呢,说话就相对圆滑一些 从来不说跟这个特朗普这个相违背的话 是一个这个搞政治的这个好手 当然,他的这个本质呢,也是一个这个很著名的一个科学家 但是呢,特朗普今天为什么公开批评他呢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了 因为特朗普呢,一直都是说这个疫情没那么严重 一直都是想给这个老百姓是缓和的 但是呢,昨天的时候,周日 这个Burks这老太太呢,在接受CN的采访的时候呢 说现在这个美国的疫情呢,已经到了一个最新的阶段 他是怎么说呢?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今天看到的情形呢,跟三四月份不一样了 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广泛传播的 而且他就是,除了在这个市里传播 他也到了就是很多农村 鸟不拉屎的地方,就是大范围的 就是说到了一个这个新的阶段呢 同时呢,他也没有拒绝之前这个美国FDA的一个这个工作人员 预测呢,到年底之前呢,死亡人数会达到三十万的这个预言 这个Burks老太太说呢,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知道美国现在这个死亡人数呢,是十五万 那么年底之前三十万呢,这个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如此这个攻击Burks 而他是怎么攻击Burks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推特呢 先是骂这个佩洛西,因为佩洛西是这个民主党 是他的政敌,现在把持这个众议院 好多事呢,都是根本就不讨论 他不想推动的事呢,这个在众议院被这个佩洛西给弄死了 完全都不予讨论,根本就上不了台面 所以他也很讨厌这个佩洛西 他说呢,这非常疯狂的南西佩洛西呢 说了关于这个Burks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先是说这个南西佩洛西攻击Burks 然后呢,他说他攻击Burks 因为他非常的这个确定 我们在打击这个China virus 中国病毒方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就是特朗普说说我们这个处理这个疫情是相当给力的 而且南西佩洛西知道 所以呢,他是攻击这个Burks 这也不知道什么逻辑啊 包括这个疫苗还有这个治疗方案 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疫苗和治疗方案的进展非常好 说为了这个跟南西佩洛西相对抗 Debra,就是Debra Burks的这老太太 他呢,上钩了 而且呢,打击我们 Pathetic是非常这个令人可怜的 就说呢,短短的这三句话吧 特朗普这推特 骂了俩人 一个是骂了这个佩洛西 说佩洛西呢,攻击这个Burks这个科学家 然后骂完之后呢 也把这个Burks也给骂了一下 说他呢,这个上钩了 而且呢,是对我们这个美国政府反抗一击 非常不爽 所以现在呢,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吧 美国疫情呢,控制是没控制住 但是呢,特朗普呢,却觉得美国这个目前防疫工作呢 非常好的,基本上是世界最好的 而且呢,特朗普也是之前疯狂攻击这个福奇博士 福奇博士现在算是灰溜溜的 这不怎么吭声了吧 然后现在又开始攻击这个新的这个Burks老太太了 反正这俩老 这俩老头老太太 在这个特朗普下门 干防疫呢,确实也不好干 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吧 美国疫情能够控制住 如果这个这么圆滑的这老太太 这都不能让特朗普满意 那估计就没人能让她满意 我觉得呀,有一个可能,特朗普可能就是不攻击了 那就是让她的这个女儿,伊万卡 还有让她的女婿,这个Kushner 让他们来专门做这个防疫 好的,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您支持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视频再见